昨天有观众问我怎么不砸辐射螺呀 还不是因为被红蚁咬了 今天来收拾它们 我们来送总体后一层 我们来量一下 哇 60多啊 有66啊 好长啊 现在我来检查一下它的窝达的稳不稳固 嗯不行 这结构太松散了 它们好像生气了 这样的窝怎么能做啊 我来搬一下它们先用后会药 围一圈 搬一下就没了 搬一下就没了 哇 这里好多蛋了 这卵好大 都成型了 一只还搬不动 要两只才行 散开散开 不能聚在一起啊 哦 原来在扶植以后啊 它们的家没了 派扶瘦罗跟它们聊一下 如何造星窝 这画面好像聊得不是很愉快哦 唉 弹风了 怪我只能慰露点红火椅 要安抚一下它们的情绪 这样就没有机会有怨言咯 红火椅跟扶瘦罗 都是外来又轻物种 但红火椅更危险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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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